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我们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准备过去加个班 现在是晚上 刚吃完晚饭 我们过去看一下 有个热水器需要清洗 好 我们看一下这台热水器 美迪的 现在给它拧拆清洗 我们是用这台设备 往上打 打药水 现在这个药水已经搅拌均匀了 然后在洗热水器之前 我们先要把水的开关给关了 然后把地匀拔掉 然后凝结我们的这个 把这个进水口拆开 凝结我们的这个设备枪头 然后往里面打药水 然后这个热水口要打开 要不然药水就打不进去了 打进去以后 然后加热浸泡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用户有两台 然后这是第二台 再打药水浸泡 因为它这个 它这是房东 所以说它叫楼下的也洗了 然后这一台也是美迪的 也是60升的 一模一样的 然后楼上那一台 我们正在浸泡 浸泡的时机 然后我们就下楼过来 这一台 然后打药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时间了 好 我们看这台 药水已经打进去 浸泡时间够了 然后我们现在排屋 拧开这个排屋口 这个是美迪的19号的套筒 很多人喜欢问多少号的套筒 这个是19号的 看一下这个热水器 它的美半 已经卡在上面了 罗帽的话已经拆下来了 像这种情况 很多网友还是不会弄 曾经说过很多次 用这个老虎钱 或者是金嘴钱 夹住这个罗杆 然后左右摇 左右摇 好 然后往下一边摇 一边往下拉 知道吧 我这这里就不拍了 等一下有污水掉下来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布水 它这个还是很脏的 它这个一开始还是很脏的 看一下铜银 很脏 到后面的话也会很脏 好 我们看这台 已经洗好了 四季正常 刚刚水购也挺多的 但是不记得拍了 然后现在去准备去洗另外一台 然后现在我们拆这台 看一下这台也是没地的 浸泡时间也到了 浸泡时间也到了啊 然后这一台 有时候搞的时间太太久了 挺模糊的 有时候拍屋的时候也没给 记得给大家拍 现在上水啊 现在已经装好了 上水 然后我们听一下上水的声音 然后这个用户说还有一台 我们等一下再过去啊 等这一台上水司机 然后再过去那边 好 我们看到这第三台啊 还是没地的 但是它这一台的话 排屋口是在里面的 以后大家遇到的话 要把这个外壳拆了啊 把外壳拆了 我们现在先拆外壳看一下 像它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啊 把外壳拆了 要把这个 进水口 热水口 全部拆了 还要把解约法拆了 才可以拿掉外壳 好 现在看到外壳 拆开了啊 然后排屋口 露出来了 它这个也是19的套 现在的话 就是把这个外壳给它固定好 就是免得挡住 然后就准备给它打药水 浸泡 好 我们看到了啊 银接上了我们的设备 打药水 然后浸泡半个小时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牌子的主器啊 现在正在排屋 刚刚是挺脏的啊 等一下后面还是很脏的 来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很脏是吧 很脏是吧 很脏吧 看一下啊 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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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污水 你看一下 看一下 群是泥巴 水垢 你看那 群是泥巴和水垢 好 我们这台也是最后一台 洗完了 现在拆病 然后实际正常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再见